今天我做了一些视频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的 新冠肺炎在台湾在推行这个戴口罩方面 推行的还蛮成功的 其实早在政府没有说要民众戴口罩的时候 民众就自动自发就戴口罩 当然前些时期因为买口罩排队 也发生争吵打架也有 但是一般来说 现在戴口罩还是比较普遍的 前段时期大家都在公车上 公车上在检疫上都戴口罩 现在连那个图事馆到现在 前段时期不是新北市 不是关了一个多月 现在开发了 但是现在也要戴口罩 而且要量体温 相比起来台湾算是就是说 我想台湾防疫比较成功 可能就是大家这个民众有自觉的心 像我看这个日本报纸 好像日本每天都有四五十例 台湾算是如果是真的是 真的是有这个就是连续零确诊的话 台湾是做得不错了 就想到这个就是说 现在好像是美国 它这个案例增加的很快 由于现在那个加州 富罗里达 特斯上州 增加了很多 台湾是这个因为这个 排队买口罩 发生口角啊打架这样 在美国不是 美国不是说排队买口罩打架 而是说戴口罩跟不戴口罩 的人之间这个发生争执很多很多 所以有个例子就是说 在德克萨茨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到一个 小商店去买东西啊 他是戴了口罩的了 他看到后面那个人没开口罩 他就往后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他又摇摇头 然后后面那个人说 你摇头干嘛 那个前面那个人 又回来再看了一眼 又在摇头 后面那个人又跑到前面 把他口罩把它拉下来 那个人被拉下口罩一气 就一拳把那个人打倒 是这样子的 还有就是说他们这个 像有些就是说口罩 他有些是就比如说外卖啊 有些就不是在里面吃东西 现在就是他们是叫drive in 就是开车去买东西啊 买东西的时候这个职员就那个人没戴口罩嘛 职员就跟他说 你要戴口罩 那个人就一气就拿水泼 泼那个啊 所以现在经常发生这种 在超市啊什么啊 因为有戴口罩 又不戴口罩之类的那个争执啊 吵架啊 打架啊 甚至就是说 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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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挤啊啊 或者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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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车 撞来撞去 这样很多啊 这样就是像像有些店啊 就是因为一天要处理啊 除了还要这个这个消毒 店里啊什么的啊 每年他们要这个长时间上班 那个职员啊 还要对付这些这些客人啊 你叫他戴口罩不戴啊 就是即使你说你不戴口罩好了 我送你口罩 他们也也也不戴啊 是吧 这这这这这很很麻烦的 所以就台湾算是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说 这个戴不戴口罩啊 这跟这个国家领袖很有关系啊 像特朗普啊 就是川普啊 到现在不戴口罩啊 是吧 他就做了个很坏的示范嘛 是吧 但是现在他那个副总统 开始戴了啊 我是想到他这个总统副总统啊 还有讲到那个 他有个国务卿呢 叫做 Mike Mike Pompeo啊 他的副总统叫Mike Pence 都是Mike 麦克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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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佩奥啊 这个有点题外话了啊 他以前是这个中央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局长啊 后来就现在当这个川普的这个这个这个国务卿嘛啊 他曾经说他是他们搞情报的嘛 他就说他很老实他就说我们干什么 我们干的就是骗人家啊啊 啊我们就说谎 我们就偷东西偷 这样子啊啊啊 所以就想到就以前那个 还有讲到就是他们这个名人之间就讲话啊 就说以前那个 呃 美国有个罗斯福总统嘛 美国历史上有两个罗斯福总统啊 一个是叫老罗斯福啊 都是一九 呃 就二十四亿初的时候 第二个总统啊 叫Theodore Roosevelt嘛 第二个罗斯福总统叫小罗斯福啊 他是1933年到1945年嘛 他是美国历史上啊 总统干了世界的一个总统啊 啊超过两届的 后来就是说美国大概是 因为到了后来 他后来就二十四亿大战的时候 后来当然他功劳很大了 这个这个二十四亿大战 那个盟军能打败 那时候他功劳很大 后来大家因为是干太久了啊 问题也很多 后来他后来就死在任内嘛 后来就是我想就是因为他的关系 后来就美国总统啊 就就不准超过两日啊 一任就四年四年嘛 这跟台湾一样啊 两任 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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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是一任嘛 哦 讲到这个这个有一句话就很有名的话 就听说是这个小罗斯福讲的啊 他这讲就说有人就说那个 有些人有一个这个尼加拉瓜啊 有个独裁者叫Samosa 人家就说这个Samosa是 He is a son of a bitch 他是玩八蛋的 那个 其实说 Franckin说 But he is our son of a bitch 但是他们是我 我们的玩八蛋 蛮有趣的啊 再一回讲到这个美国那个那个戴口罩之间之间 民众之间的争执啊 那有些店的话啊 为了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戴口罩不戴口罩之间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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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之间吵架啊什么的啊 有时一天要 那个打电话叫警察处理啊 就是处理三四次 要打电话一天要打三四次电话叫警察处理这个顾客之间的那个争执 就是有人戴跟不会戴 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一个一个职业听到这个有两个人 一个戴口罩跟不戴口罩 呃 戴口罩人就说你要戴口罩 那戴口罩人说 关你屁事 我想戴就戴 不想戴就不戴 就那个戴口罩人就说 我 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啊 你不要戴口罩 好 你不没多久你就要到医院来见我了 就是说你不戴口罩 那没关系 你你你就不戴吧 啊 那个到时候 你你你的的的得这个新冠 新冠肺炎 就是这样子。 啊